春道河畔今晚隆重开幕 大批访客从下午开始就蜂拥而至 强先欣赏绚丽多姿的灯饰 以及壮观的财神言 副总理黄玄才稍后将为活动主持开幕与世 我们现在同人在滨海湾花园现场的记者李一华了解情况 一华 是的 庆凯 我现在在春道河畔 那这是春道河畔第四年在滨海湾花园举办 现场可以说是热闹非凡 而且年味十足 而且尽管刚刚在下午五点多的时候下起了青盆大雨 不过这个人潮他们陆陆续续从六点半开始进来 而且他们一进来 他们第一时间就是抢着要到我后方的财神爷 还有巨龙的灯饰来拍照 因为如果你亲自到场来目睹巨龙灯饰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作风是非常的精致 非常的讲究 非常值得亲自到场来欣赏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稍早时候呢 跟一些访客还有主办方所做的访问 没有这么多人 而且是开幕比较好看 尤其这个龙的海神也很美 真的很美 很多东西看 所有的桌子都很美 所有的访问都很美 所有的访问都很美 我们非常感激 我从台湾来的 我就是在网路上在你们的官网 看到这边有新春的特别的设计 特别的节目这样子 我们有很多的那个义工 当然我们还请了这些保安公司的那个职员 就是在整个人流的规划 我们其实是有了经验 所以应该完全没有问题 副总理黄寻才将会在稍后晚上八点的时候 亲自到场来主持开幕仪式 那接下来还有很多重头戏 包括在今晚还有接下来的凉晚 将会有本地难得一见的鞭炮燃放的环节 所以它在我后方这个巨龙 还有财神爷的这个有一条 有一个桥 它会在上面有很多这个 很多大概30串的这个鞭炮会燃放 所以这将会是非常壮观 然后主办方他们是说呢 希望通过重现这个传统过年的这个气氛 来欢庆龙年的到来 我也会在晚时间10点的时候 带给大家更多的消息 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谢谢仪花为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